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脸书粉丝专页姚文志翻台北稍早无故关闭4小时,搜寻页面一片空白,引起热议。 对此,姚文志竞选团队办公室今天午间表示原因尚待了解,稍后姚半声称,因为盘整脸书故自行关闭,并未遭攻击。 记者搜寻脸书发现,过去的贴文已全部下架,封面照也改为绿色封面,写有restart,重新开始,的字眼。 姚半今天下午50左右发声明表示,感谢大家今天的关心,我们团队很好,没有被攻击,发言人与高议员也都很好,所有会声会影的传闻,都不是事实。 是逢竞选团队选务交接,需要一点时间,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 今晚不谈选举,就纯粹地留给父亲结把声明贴出后,媒体频频询问所以脸书关闭是团队关的? 请问是团队哪些人有做异动呢? 还是全部人都换? 姚半回复,让大家担心了。 原先是要盘整脸书粉砖,所以关闭。 媒体再问,请问确定是由团队自行关闭的吗? 姚半答是,但有媒体质疑,第一时间有其他媒体询问脸书是否关闭,姚半称没有,后来却又改口是自行关闭,似乎前后矛盾。 要求清楚说明一下盘整脸书的原因,以及盘整有需要关闭粉砖吗?但尚无回应。